第一位請朱凱帝議員 第二次 三分鐘 在土地徵用項目上面 是有獨立抽出審議的先例 在我自己很關心的 廣深港高鐵的裏面 當年是有一個 八千六百萬的 一個特惠津貼的這個項目 是在公務小組裏面獨立審議的 跟著之後在2010年的1月7號 在財委會表決的 另外在連塘口岸 亦都有一個土地徵收的開支 是將它黏在另一項裏面 亦都是獨立審議的 那我就想問一下局方 何來在2009年的時候 這個高鐵的八千六百萬 就可以獨立審議 而現在橫洲那個 比起高鐵當年的錢更多的 都是701100CA 就不能夠獨立審議 麻煩 是哪位回應 地政署毛榮漢先生 是 多謝主席 毛榮先生 主席 是 主席 請他也可以解釋連塘口岸 土地徵用開支 好 請問慕容先生 多謝主席 我不太清楚 主席 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 其實你過去是可以 把一些原本你會放進去 一天 1100CA的東西 你可以獨立去談 你是有試過的 剛才我聽到的解釋 就是 當時所說的 是一個特設特惠的津貼 是一個特設特惠的現金津貼 主席 並非在恆常 所以是有需要獨立的 我就問回連塘 連塘也是一個特設特惠的現金津貼主席 連塘也是一個特設特惠的現金津貼主席 連塘也是獨立處理的 是 因為是不同於現在 已經是 下一位 主席 我提出休會 你下一次發言的時間 我提出休會 你下一次發言的時間 我已經說了 我已經說了 你已經過了時間 我剛才在我發言的第一句話 我就說我會提出休會 委員要在發言時間 是正式提出的 我提出了 如果你過了 你可以在下一次 不是 主席 我第一句話難道你聽不到嗎 你並沒有正式動議 你就進入法文 你是說了 你將會 但因為現在發明的時間都過了 你再按 你又下一次的時間 你在發言的時間 掌握時間 在那裏正式動議休會 好嗎 主席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問題 要和我這樣爭拗 不是爭拗 這是我們定立的議事規則 委員要在他發明的時間 提出正式動議 現在其實你又明白 我是要提出這個 我知道的 你又不讓我提出 不是不讓你提出 但是要在你發言的時間提出 這個是在議事規則寫了 什麼叫發言時間 主席 你過了發言時間 下一位 許智峯議員 四分鐘 謝謝你